各位同心 在上課之前 麻煩看一下自己的手機 有沒有關機或把它關震動 這樣不會影響其他人上課 麻煩看一下謝謝 好那我們開始來上課 這節課是由我們大三講師來演講 請大家用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好啊 你看這時間 下午 來 你們 有看到這百度的掌聲嗎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這幅畫 沒有 有看過 那請問他 這樣喔 你暫時不回答 我問一下其他人 不要看過 請問這百度 你用那個時間點 大概是什麼說話的 什麼當時的人 古早人 一定是古早人 多久以前的人 蛤 水深火熱 都要給水深火熱 你看看 那裡面有些人手機嗎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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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吃東西 你覺得 吃東西 你享受 對啊 會這樣看 看得 excess 看得 excess 抖腳 開心 天氣很好 你看他在... 水果 雞劑 斑雞劑 你看 看得 excess 你現在還會圓著水生火熱嗎? 你看得懂,你是學藝術的嗎? 還是以前看過? 看過,啊誰畫的? 展覽的時候看到 又是多久以前的人嗎? 什麼年代的? 最近兩位 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三百年前、五百年前 現在你有? 又一個時間點? 七百太久了 一百年前,合理 非常合理 一本世代不是比以前的 誰的手機可不可以關機一下 那個誰沒有來是不是? 讓他關一下手機,要不然這樣子 這位打擾 讓他關機一下 我跟你講這個 跟那個誰啊? 飯谷同一個時間 飯谷你知道嗎? 有聽過嗎? 飯谷你就聽過了嗎? 四姐妹 我把鞋子掛起來 飯谷 他跟飯谷同一個時間 他還住在一起過 他們還住在一起過 後來 這差不多百幾年前 一八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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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年 離這時候就一百幾年前嘛 所以剛才那個童星猜得很準 對啊,沒有錯 他的風格是那個時候 我們過去台灣人都沒有這個藝術教育 所以看這個不知道要怎麼欣賞 有人想說去做生活 結果自己花得很快樂 我跟你說,以前藝術家 賺到錢的時候很好走 錢都亂不開 如果沒有錢就散到 顏料都越用越燙 所以藝術家的生活會起起落落 這個人叫高庚 高庚賺到錢一旬就拿了這筆錢 搬到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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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溪地 大溪地 有人知道嗎? 在太平洋來自一個小島 在島上 你知道熬雞的錢拿去那麼好用嗎? 夾晴很方便 因為熬雞的錢大塊嘛 然後走到一個大溪地 就能請用人 整天吃飯 衣服 衣服 還有美女服侍 日子過很好 不用擔心吃錢的事情 日子過 還有人 有人給你學生 台灣人最愛的 是不是 你打拼了 整四人不是為了這個 不用擔心吃錢 有人給你學生 整天過日子天天 是不是 這是不是台灣人最愛 先不要急的回答 我徐老師說一口 不要那麼快進入答案 結果呢 這位畫家在最快樂的時候 照理說是最快樂的時候 畫了這幅畫 這幅畫有一個title 有一個名字叫什麼 等一下 這不是名字 我說資源回收人 不會問的問題 他的題目就是 他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問題 他的題目叫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的時候畫的 我們是水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要用哪裡去 有意思喔 我們是誰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要用哪裡去 高跟在他生活上開玩的時候 結果有這種道 表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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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說 當人的假情都沒有問題 開始要問的問題就是這樣 當人的假情都沒問題了 後來一個要問的問題 我是什麼人 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要用哪裡去 OK 英文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上面寫一句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這是三年前我創造的一個新的名字 資源回收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到本書那時候 要分類 分類到一部分 可以拿去做其他的路容 叫做資源回收 說到這個我就要慢慢跟你講 什麼叫做資源回收 這是什麼東西 三個 印第安人 不是 對 他是印第安總 但是他不是在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 可能在南美洲 毛利人都有可能 對 我要講這個不是這個 我只跟你講 所有人類 所有人類 活在世界上的人 現在 現在活在世界上 其實都同一個時間來的 就是六萬年前 才有的 現在活在世界上所有人類 他的祖先最早是六萬年前 從一個地方來的 這六萬多年到今天 為止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這種形式 都叫做部落 部落 你知道什麼意思 部落 Tribe 部落 就是 過期你知道 我們的五三種部落 部落就是好幾個家庭 幾個家庭 因為 共同的狩獵 狩獵你知道嗎 去狩獵 狩獵的範圍 還是說 種植的範圍 還是水的源頭 來隔壁 這幾個家庭 要大陸會嗎 對吧 住在一起 互相生存 對不對 部落嘛 你知道嗎 以前 世界上各個地方 就是不同部落 沒有國家 在人類一家 早期都是部落 一小多一小多的部落 這樣幾萬年 到 最近才開始有 國家的形式 更大的部落 部落跟部落 修杜到的 怎樣 修台是一個的 另外一個 又隔壽會 變更大的 對吧 兩個可能性 部落跟部落 修杜到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 視力範圍 隔壽會 如果修台 後來第三組 跟我們台 更快 所以我們就隔壽會 變更大的 如果談妥了 就變更大的 所以越隔越大 對吧 所以部落會怎麼隔 對吧 如果沒有就修台 修台就是這樣 對吧 對吧 如果要台就是怎樣 都給你折 沒有給你 留火口 為什麼 全部撒光 為什麼要撒光 怕說你老母帶錢 你怎麼走到旁邊 過幾檔了 還有一頂人 還要打 對吧 是不是 就是復仇嘛 所以整個給你台 天氣溜溜 讓你沒有可能性 過期要做 做到很久 結果但是這樣做起來 隔起來這樣不對 為什麼 你土地壁大 對吧 就是人壁舊 收台後 對方又台後 加上你這裡人 壯頂也要用台 結果土地壁大 人壁舊 這樣沒辦法去競爭 對不對 所以要做什麼事情 把他們的 男人和女人留下來 更厲害更用的 給你台 這樣而已 剩下老弱婦孺留下來 對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叫他們去做事情 去競爭啊 把他們對方的 留下來 當做努力 叫他去種東西 時間到了 把你抽水抽回來 那就好了 那就是部落形式 到最後就變這樣 所以很多 本來去買 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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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叫做 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本來是本索 叫台條 用氣勢 Discard 的人 拿回來使用 拿來使用當中 什麼就是資源回收啊 這種人都沒有投 投給他 之前他效忠 那個族不見了 現在改來效忠我們 啊 我也不要你效忠 你就做事情就好了 沒想太多 這個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每天做什麼事情 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 睡覺唱歌 跳舞 每一天就做這個了 你沒想太多 不用再講權力鬥爭 那跟你們都不敢 那 你就每天 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吃 就要唱歌跳舞 對吧 這是什麼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之後的統治手段 要把他統治 對吧 過去都這樣 對吧 我給你們看 以前的部落 那時候修台都怎麼樣 都會把他的心搬出來 比如說 在中東地區 有尼羅河的神 尼羅河的口魚 埃及 埃及那個地方 尼羅河裡面很多口魚 他們就拜口魚做原的心 要修台那時候 就把他的口魚身拿出來 我們的心比較大 一定會見你 另外一個是 在那個沙漠地塊居住的人 說我們的飯事穿得壞 他們拜眼鏡蛇 對他們的心要拿出來 修台那時候 跟他們先搬出來 校正 那之後 Cobra眼鏡蛇 本來是在那裡 後 他們都知道 你們的心到後 不准利又拜過期的心 現在開始你拜我們的心 對吧 我怎麼會穩准利 繼續拜你的心 如果拜你的心 拜你的心 拜你的心 不一樣的心態 反叛 會叛變 所以我就 逼你的心都要燒掉 你在族就再見了 對吧 是不是這樣 再來 我怎麼會穩准你再說過期的議員 你如果再講你過去的話 表示你跟我的人不一樣 你不會聽話 你想說我有一天要報酬 你用你的議員 一句句句說 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對吧 所以我不准你再講你過去 不請跟你改的議員 不准你講 再來是什麼 姓氏 你接下來還要繼續保留你原來的姓氏 連那個姓氏也把你廢掉 從現在之後我給你姓 我給你姓 我給你姓 我現在說這三項 就是通敵的手段 這就是台灣人過去所經歷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在這個土地的姓氏 都要四萬年 這四萬年 本來都好多好多在那裡的姓氏 到最近幾百年的時候 其他大的國家進來給我們侵略 侵略 你來的時候我們幫你改我們的宗教 改我們的議員 改我們的姓 所以你現在的姓都不是我們本帝有的 都是 去用通敵之後去用改的 你現在百姓也是都有中國來的 都不是我們本帝的 你的議員、姓氏、宗教都去用改的 我聽我道道說 過去 這是簡單的圖形 簡單一目了然的picture pictoria給你看 像早期M174部落 我會越講越多 道道說你先聽我講 我把時間補上去 M174的後代 早期早期都部落形式 再來大都王國 變成一個大的部落 這都說四萬年 最近十三、十四世紀開始 照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日本 來給我們殖民地 什麼叫殖民地 過去有一種叫predator 掠奪者 掠奪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人開始有發明好的航海技術 夠跑 比較先進的國家 就侵略比較落後的國家 他們的船就來 在他們的軍人 就跟你搶問題 對吧 後來就把你沾 以前叫做殖民地 殖民地 當你為什麼要採問 他把它收藏到他們的國家 裡面 你們的國家裡面 就禄子、禄子、禄子 掛掛掛掛 到他們的地方去買 那就是做掠奪者 殖民時代 對不對 十民時代 那是十三、十四世紀 過去四百年到十三世紀 中間沒有人 人類也沒有那種航海技術 可以照樣去 那是到最近十三、十四世紀 幾百年而已 很短的時間 整個幾萬年的時間 比上最近的事情 再來 殖民者、掠奪者 叫什麼意思 我說一個比較難聽的比喻 叫做男人對女人有性需求 不要跟他結婚 聽到嗎 我只是跟你有關係而已 不要跟你結婚 不要付出代價 不要替你負責 那就是過去殖民地 對台灣人的態度 殖民者對他 過去 有一次我們的屏東 有一個美國的軍艦在那擱淺 結果我們鼓掃的人 送他船 都被人抬了 逃上岸的全部殺光 所以美國人就抗議了 跑去大清帝國 跟我們抗議說 欸 你人們把我們抬了了 大清帝國怎麼回答 我不知道 那是話外之名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要怎麼抬 隨著你們 那不是我們沒管 我們沒管的人 那就表示什麼 我只是殖民你 我資源拿到 發生事情 這不干我的事 對吧 責任 跟你釐清嘛 就是一方面 雜伯對女生有需求 但是不要負責任嘛 結果呢 這些掠奪者到最後 最大的造出來 就是大日本帝國 他戰敗誰 他打敗大清 大清殖民了兩百多年 對不對 我們議員總告 姓氏總共改 但是後來大日本就 戰贏了 這次來的這個 不是另外一個殖民族 他的做法不一樣 怎麼做 一開始建設台灣 把你改變語言 到最後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台灣 這什麼意思 就表示結婚 這就是從此以後 你效忠天王換取他 對你的保護 就有一個婚約關係產生了 這就是這樣子啊 他為什麼建設台灣 就好像男生追求女生嘛 我送你回 請你吃好吃 我說好聽 我會給你聽 鼓掌你 要娶就要做過嘛 對不對 做過就是簽名蓋章 記號嘛 就是簽約嘛 所以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行 在台灣 就是一個像是結婚的儀式 從此以後 跟日本的關係 不是殖民者 跟被殖民地的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這叫什麼 permanent change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過去那是什麼 temporary shift 暫時性的 temporary 過去他用什麼 他用信式語言宗教 透過教育跟媒體 給我們蓋嘛 現在我們法例出來說 欸 下面有問一個問題喔 你說大日本帝國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層面 但是現在什麼時候 中國人跟我們管 你會問這個問題嗎 答案是 因為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戰敗了 我們輸給美國 美國這個人就搖手了 結果過去跟你招待那個中國人 再一次一次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法例 要把這個人搖手 我說美國 你把你抖領 你就不能叫我去買武器 不能叫我去倒兵 但是這個人都叫我做這種事情 所以你法例出來 要把他搖手 把這個系統搖手 但是趕走的過程當中 發生什麼事情 裡面有一些人 放四名 觀點不願意改變 產生所謂的餘虐 放四名不可以讓他走 就是台灣人裡面有一些人 搖手 我給他的名字叫余虐 余虐就是 他觀點不願意改變 像過去 大清帝國進行大明帝國 清朝統治之後 就產生什麼反清負民的人 來到台灣 他想恢復大明帝朝 日本人來了 大清結束了 一人以前大清就好 國主要想辦法要反日付清 對不對 那叫做余虐 因為新的觀點進來 但是觀點不願意改變 產生所謂的余虐 我先不要講這麼多 大家都聽我說 你們都有看過超人 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最近你們不是有看什麼 復仇者聯盟啊 超人啊 這罐沒有頭都沒看過 第一次看 我的意思就是說 資源回收人 我們剛才說的是什麼人 吃飯這叫唱歌跳舞買東東 說到這是什麼人 那過去隔壁就一個城市 就是那些人 什麼人 香港對吧 香港就是資源回收城啊 裡面住的都是資源回收人啊 為什麼 因為以前中國戰敗 輸給大英帝國嘛 就割這個土地給他們嘛 英國人把你通知了 就設一個系統嘛 香港人沒有變成英國人喔 他是被他統治喔 他就弄一個系統在裡面運作嘛 運作得很好啊 他生活水準都很高啊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啊 對不對 他那時候被割掉嘛 等到970的時候還給中國嘛 中國嘛 中國現在換著他的頭嘛 香港人本來就是中國人嘛 沒錯吧 資源回收人每天就忙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嘛 香港的生活也是這樣子嘛 中國人收到回來那時候 鄧小平說什麼 舞照跳馬照跑 藝術有些藝術啊 繼續算 時間夠抽水 回來 過去是抽水 收到英國女房嘛 對不對 總督來的時間夠抽水拿走嘛 現在看到中國人 但是這次不一樣 中國人本來是外偷地 從此以後開始講中文嘛 唱中華人民解放軍的軍歌嘛 那香港人不賣錢啊 上街抗議啦 什麼 戰衆行動 對吧 你們知道有這些事情嗎 戰衆行動 記者問說 為什麼要去抗議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這個總督哪裡不對 他跟我們長得不一樣 哪裡跟你長得不一樣 他有投我們沒有投 喔 有沒有意思 他有投是誰 效忠中國北京啊 對不對 總督派來 派在那邊的特首 就說要效忠中國北京 不然你要來做什麼 村人本來沒有投 現在有投 叫他講中文全部中文化 你本來中國人都應該講中文合理啊 但是他賣錢 是因為他過去在英國的系統 享受太好了嘛 現在換成中國落後系統 他動不掉嘛 所以他抗議嘛 抗議不會有結果 為什麼 因為沒有投的人 做事情就無頭無腦 沒有投的人就是做事情無頭無腦 他不曉得要幹嘛 抗議什麼 請問你 你訴求什麼 講不清楚嘛 講不出來 所以跟立法院抗議那些人一樣 你訴求什麼 你講不出來嘛 那你要什麼 講不出來 因為他沒有投 你知道嗎 沒有投的人你也不要講說他 沒有記憶力 沒有投的人有記憶力喔 你知道他記憶力有多久嗎 沒有投的人有記憶力耶 要不要答案 沒有投的人有記憶力 紅仲秋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收水游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黃色小鴨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為什麼 因為媒體有報啊 媒體叫他去看黃色小鴨他去看啊 因為媒體就是他的頭啊 這些資源回收人他的頭就是媒體啊 你知道嗎 媒體每天叫他去創想他去創想 那就是他的頭啊 他聽使喚啊 媒體沒有報這些事情就不見了 這些人也就忘記了 去過他的生活 這個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戰爭之後都會產生大量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群R-Man R-Man的記憶力 我跟妳講喔 九七之前 很多人怕 香港人說 這個中國人管很怕人 要先走 有的人就移民到哪裡 澳洲啦 紐西蘭啦 英國對不對 加拿大啊 對不對都走掉了 比較有資料沒有資料 留在那裡去用機器 對吧 好啦那你先跑掉以後 然後呢 他到了新的國家之後 他也沒有效忠新的領袖啊 他繼續在那邊就製造生產而已 他就還是無頭人啊 無頭人的像特徵很特別 他就是到處買房子 台北也有房子 上海也有房子 哪裡都有房子 資源回收人沒有頭的人 是按照當時的環境來決定 他會不會待在那邊 當對方的環境改變 比如說美國要抽稅 英國的抽稅一直上升 他就會跑回來了 典型的資源回收人的價值觀 來 要跟你們說這個 你們來民政務就是要做館 你們來做館 你們來做館 你們在座各位有沒有人 開公司 下面手下超過100個人 200個人 500個人 1000人 灌過嗎 沒有嘛 沒有嘛 Nano view 那憑什麼 你們現在接掌政權 細群人 可以兩千萬人給你灌 你一個人平均 下面灌60萬人 你怎麼去灌60萬人 你現在一個公司 就沒灌過了 你要灌60萬人 所以要怎麼樣 要受教育嘛 我們幫你教 用方法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首先 第一個要教你們方法 就是分類 把你面對到的人分類 分類啦 分類啊 你知道人有什麼樣 所以我根據什麼 先用基本的分類原則 根據行為主宰者 或者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 像動物一樣 跟動物一樣 跟動物一樣 誰都在死去腳 我現在不會說人喔 我現在講人喔 他的行為主宰 下面像動物 這個是沒有頭的人 上面是有頭的人 比例是佔46% 按照不同國家 越落後的國家 下面的人越多 下面叫做像動物的人 他就是根據動物生存本能 來決定他的行為的人 譬如說啦 動物齁 這種東西 這種動物 你給牠吃 牠就很開心 那如果沒牠吃 牠不吃 四個人要找東西吃 動物就這樣嘛 你可以用食物去控制動物嘛 海豚啊 是狗啊 鳥啊 獅子都可以 你用食物控制牠嘛 對不對 那這動物就會聽你的 沒有錯嘛 動物是用食物來決定牠去哪裡嘛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牠就是跟人的基本原則 生存啊 保足啊 本能啊 感官來決定 動物的行為 過去高雄那裡有很多年輕人 晚上沒睡 睡不著 牠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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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 牠著牠著牠肉 rocer 牠著牠小豬 牠就有衝動 牠想去做這件事情 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那動物一樣 動物不會管其他人的死活嘛 它就按照牠本性 Les bit smartphones 去做牠的行為 這是動物嘛 不然牠吃就死過了 牠根據什麼 寶足嘛 所以這動物還混在三類 越上面越好角 越會越難看 過去我飼的那個狼狗 狼狗就是狼 真的野生的狼跟家裡狗 藍作會 頭一隻 那種很難 我飼十幾年後 我連飼飯也很小 因為我餅餅放進去 攪拌之後 不能再收回來 或是手再蓋上去 手再蓋上去 就要把牠咬 不管你當牠主人多久 因為牠本性嘛 鴨型還在那裡 第二台 第三台之後才會蓋 所以那種很接近下面 像動物一樣的 就真的野獸的本性 咬咬尾巴 牠的牠的牠 坐下 不准吃牠就不會吃 沒有錯吧 牠是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越下面越動物 越上面越比較不像動物 牠的牠越來越狠 你把牠狗吃到牠 牠會想說自己是人 對不對 你放牠吃 那態度不好 牠還沒吃 你沒要插牠 又來發脾氣 塞定 動物晚上還要睡 又來咬咪皮 狗子 鳥子 會這樣子 就是牠到後來被 最下面越physical 越上面越subjective 越客觀 越上面越主觀 牠就開始有主觀意識造出來 動物會變成這樣子 我現在在說人 我不是在說那 如果像動物的人 你不要以為說 這種人比較散 牠可能塞爛牠 住地堡 有四人飛機 但是不要收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不對 像動物藥的人 牠不管人家死亡 無關人死亡 就是可能很好 但是牠的行為 的指導原則跟動物一樣 對不對 過一條人不是說 牠的行為主宰 跟動物一樣 牠的行為主宰 跟動物一樣 牠的行為主宰 跟動物一樣 яни會知道 把它判斷 讓牠 xen 去抓icles 牠不會去抓 牠會把牠揍 牠會把牠組繪 牠不知道牠去 換錢後 賣不吃 牠會來吃 牠都吃不吃 牠不知道這個物件 找 niego 而且腳 Female 皮皮 不會扯背 拿你阿 就是跟動物一樣 的 法理有不要 잘� 你說起來 沒辦法 ảng 像動物一樣 的人 我現在講完這個囉 所以這幾個男人很可能 那怎麼問候別人 你吃飽嗎 你吃飽嗎 這怎麼會是問候語 又有點慘 吃飽你就幸福了嗎 吃飽你就快樂了嗎 你不是跟動物一樣嗎 所以像外國人說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活得怎麼樣 這才像是人話 你在問候其他人應該 他應該是說How are you doing today 對不對 怎麼有人說你吃飽嗎 跟動物一樣 你的層次不高 對不對 再來 在上面 沒有頭的人 這種比這個好 但是他是沒有效忠對象 他可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是首富 可能智商很高 可能是柯P 說到柯P這有趣 這個話題 他智商很高 葉克摩專家 我跟你講 但他的訴求 因為他沒有頭 他沒辦法訴求到絕對的對錯 沒有頭的人 他的世界裡面 沒有絕對的對跟錯 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 這個事情對還錯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他以前有一個錄影帶 他講說 他是葉克摩專家 太厲害 到最後那白人死不掉 沒辦法死 死不掉 為什麼 就算腦死了身體還是很健康 心臟繼續膨膨 腎臟所有的功能都很正常 要做到旁邊這樣 人不會死 拍死 結果這個疑心就開始有一個問號 這個柯P就開始想說 到底什麼叫活著 人要怎麼樣才叫活著 你已經沒有意識算不算活著 身體功能都正常啊 他算不算活人 我疑心很厲害 我可以把白人餘成這樣 但是那腦已經死了 他還算是個活人嗎 他就開始問這個大哉問 大哉問是什麼 最終極的問題 怎麼樣叫活的 下面到底活人 上面是死人 他confused 他混淆了 可是他後來有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啊 但後來又回到 又是正常的 他沒辦法問所謂的終極問題 Absolute 這本來是主觀 像身體為主的 然後後來變成主觀意識 到後來變成客觀 越上面越是客觀 所以 所謂的資源回收人 他的分類 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 來劃分上 中 下 因為忠告 最能夠訴求 頂多到愛國 榮譽 愛情 親情 頂多說到這裡 最上面那種人 有頭的什麼樣子 我告訴你 他也不可能是好 他可能也很散 比如說 有西方傳教士 來到台灣 熱身聊天 那個人 泰國的 整四人 泰國人 外遊 外遊 看阿伯 整四人 阿伯人 他們國家可能生活水準很好 家庭環境好 受到高等教育 可能是博士 醫學的 連母子連小孩都帶來 白人 這整四人 站在台灣 花蓮 台東那種地方 小地方 他的薪水收入也不夠好 很簡單阿 家庭也很簡單阿 過一四人 你會覺得很奇怪 以資源回收人評估 幾人在做什麼 但是他是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是什麼 他以取悅 他效忠的對象 作為他人生活的目的 他的取悅對象是誰 上帝 上帝叫他來 上帝叫他不准來 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澤 是不是 所以端看他的神交 那你效忠對象也很倒楣 比如說 你效忠對象哪是IS 一個回教組織 叫你去死就去死 你不要以為 回教國最近起來那個國家 他們生活薪水很高 沒有 很簡單的東西 就走進去 走進去 為他的神 喔喔喔 什麼事情都做出來 這是有效忠對象 所以他跟我們其他人 其他人覺得 幸福的定義是什麼 家庭好啊 都沒有問題 他不是耶 家庭不是他的考慮耶 你知道嗎 有點複雜喔 他有絕對的 他對事情就是絕對對錯 分得很清楚 他如果搞不清楚 這輩子為了什麼活 他活得很痛苦 他沒辦法在謊言的世界裡面 過一生 你知道嗎 這個構成中 給你畫一個謊言 很多台灣人 在過的很開心 什麼都好 對吧 好我現在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在座各位 來 問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這樣讓你們醒過來一下 來 你們在座各位認為自由 幸福快樂 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聽我講的嗎 你們在座 如果認為自由 幸福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給他手 很好 不是的請舉手 不是 都沒有喔 大家都同意喔 怎麼那麼有趣 我跟你講你們錯了啦 完全錯了 嚴重的錯誤啦 怎麼可能 自由幸福 大家都在追求呢 是對的不對 我說錯了 但是我不是要讓你滾開 我是老師 我要解釋 原因是什麼嘛 自由幸福快樂 都是第一個 它是形容詞 對吧 是不是形容詞 形容詞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描述一個狀態嘛 對吧 自由是不是一個狀態 它是一個終極目標嗎 可以抓得到嗎 我問很簡單的問題 你有沒有追求 你有沒有發錢的自由 這樣來問 你有沒有發錢的自由 你是不是想追求 發錢的自由 我說是呀 我要發錢的自由 一個狀態給你 兩萬塊夠嗎 不夠 五萬塊有夠嗎 五十萬有夠嗎 五十萬有夠嗎 有高嗎 有高嗎 五百萬一狀態給你賺五百萬有高嗎 五千萬什麼樣的 我都笑了 你看 海了 我要說 一定是一個月一一一啊 剛才沒有跟董事長一樣 一個月超過一一一啊 要有滿足嗎 沒有耶 它追求這種自由 它永遠沒有滿足耶 有一種狀態 一種感覺 你如果把這個當作你的目標 你永遠追求不到 它叫做副產品 它是一個你做對的事情以後 它附帶而產生的一個感覺 我舉個例子 那有一個醫生說我以賺錢為目標 我賺錢是我的目標 那種醫生你自己看嗎 沒有 我問你們 如果有一個醫生他是以賺錢為目標 這種醫生你敢不敢去看嗎 不敢 我看一次會好 叫我四五次 給你賺到八十要害死 但是就你來幾次 那種醫生你不去看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我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這樣要說 因為這樣他的病人很多 因為病人很多他賺很多錢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對嘛 那就對嘛 因為他做對的事情 所以這是副產品叫做伴隨而來 伴隨他做對的事情 所以賺很多錢 這是合理的 因為他目標設對 他目標如果設錯設成賺錢 這種醫生你不去看 要檢查這種人很簡單 那醫生不賺錢 這種人還要做醫生嗎 那人就沒了 對不對 所以經常很多醫生不去做醫生 跑去做皮膚科 跑去做醫美 對不對 副產科 那種技能顧的都不去做 對不對 那個標誌這個醫生是為了探錢 怕麻煩 對不對 再要來做醫生嘛 因為他條件狀況改變 這點人都跑掉了 我無關他多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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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所以當醫生是他賺錢的手段而已 當這個當醫生不賺錢 他就不會做醫生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不對嘛 你要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這是副產品耶 一個女生像是女生好了 她說我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看一個女生 這看起來好像未來可以有帶來個自由幸福 就嫁給他 嫁給他沒多久 他沒做事 叫他 都不努力 換人 離婚再換一個 又載一個好像可以的 過來 這又不合 又退掉 這樣對 不對嘛 照理說你應該認識一個男生你愛他 兩個人就結婚以後 便手自主建立家庭 對不對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工作 努力的上班 媽媽也做媽媽的工作 也努力上班 兩個人下班 生了一個女兒或兒子 回到家裡面 爸爸媽媽住一道豐盛的晚餐 在桌上 大家坐下來一起享受什麼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吧 當每一個人把他該有的職位都做好之後 這種感覺就會產生 但是你如果只是追求感覺 這永遠也追求不到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要把對的事情做對啊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因為大家人家都有這種困難 要做愛的東西 他不擇手段都做得出來嘛 所以買收水油給人家賺 極意耗炭嘛 別人死那些別人的事情嘛 誰人灌都好 對不對 國民都灌都好 給我騙也好 有錢拿炭就好 對不對 法庫一定大家人就是這樣 可是在座各位來這邊聽法理的標示 你這人在心目中 對是非對錯很清楚 你再來嘛 你再會願意 買錢來再上課學法理嘛 知道台灣人真正地位是什麼嘛 搞清楚你活著在幹嘛嘛 你想到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 這個店 這個時間 要不要去哪裡嘛 要講講每一天賺錢而已嘛 我說你不要期望 你來這裡受教教育會會改變 不會啦 我在這邊給你們上課 如果你可以透過聽課 你就改變的話 假扮你們結婚了 你有沒有辦法改變你太太先生 都不能改變啊 一死人都沒有辦法改變 你期望一個老師跟你講課 表示什麼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們本來就是對是非對錯很清楚的人 你就希望正對正確的事情會起來 過去你一直在不正常的土壤裡面 還沒辦法把你騙在那裡 生長的不好 但是你現在來這裡 法理的基礎之下 你就很快什麼 補給法基 變大手 因為這邊在講法理嘛 講邏輯嘛 講真實的事情嘛 講健康的事情嘛 這就是我們上課目的啊 就告訴你 這樣真正台灣人的地位是什麼 台灣人對著要來 現在的時間都會這樣 以後要去哪裡 要按哪裡 要按哪裡 是這樣耶 來我繼續唱歌 來 這些都有人看過嗎 你們看得懂嗎 舉手 應該都沒有人看得懂 看懂舉手喔 來 下一步 這個看得懂舉手 有人看過嗎 看不懂舉手好了 看不懂舉手 真的嗎 好放下來 我要問看不懂的喔 我要問看不懂的喔 我要看問看不懂的喔 你們都抓手喔 你們都抓手 說看不懂喔 我請問你 這裡面是畫飛機大炮是不是 咦 搖頭耶 你們看有啊怎麼看我 他是不是畫飛機大炮啦 不是嘛喔 那是有的 有的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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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知道女的 你就看不懂 你說你看不懂 有的幾個人 畫幾個人 有的 你又知道五個人 你絕對看得懂 你不要說你看不懂 只是你看的 跟你之前看到的 不一樣嘛 你之前看到的什麼 這樣子 這次有人看不懂嗎 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舉手 有人看不懂的嗎 都看不懂嗎 我跟你講你們看不懂 我問你這是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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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et of Venus 維納斯在上大號 你想說你看到結果你看到沒有 你說你看到沒有結果你看到 台南不是火氣了 是不是很可憐 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你看得懂啊 這種都立體化派 立體化派是什麼東西 我給你解釋一下 你馬上看到了 這是麥克風 這是麥克風 這樣算不算麥克風 都是啊 這個是不是我 你這樣看是不是我 這也是我 這也是我 所以時間固定 你看一個東西可以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一樣 你人從不同角度看 就不同的切面把它放在一起 這叫立體化派 就時間固定了 你從不同的角度看一個東西 把它放在一起就變成這樣 比卡索的 比卡索的 比卡索的一位1907年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一位 你現在看不見 有夠害怕嗎 百幾年前的人會耶 你現在看不見 兩個人看不見 來 再來 但是不管你怎麼畫 它裡面都有一個概念 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性 一幅畫裡面有一致性 比如說你是 這叫一點透視法 這是多點 很多點去看一行 這是完全 叫做極端的立體化派 Extreme Cubism OK 單點透視 不管你什麼叫透視法 單點還是多點 它都有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 就是 在這個系統裡面 從頭到尾要一致 consistency 那個字叫做一致性 這就是抽象畫 那你如果一下又畫立體化派 一下又畫這寫實 怎麼做 這樣看不見 看不見 這叫拼貼亂搞 所以我要開始講一個字 The law The law i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法則 現在我說的法則 不是說法律的法則 我就是說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什麼是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比如說環遊引力 只要兩個物件會產生引力 在地球上也有地心引力 只要在地球上每一個點都會受這個引力的限制 你開始飛了 來 慢慢說 大自然裡面有一個法則 這個法則應用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樣 叫做一致性 比如說 但是你如果活在這個大自然 你狼活在大自然裡面 你就要遵守大自然的法則 對不對 比如說有地心引力 所以你活在地球上 你就會注意到有地心引力這件事情 你站不起來 你站到外面的程度 你會摔下去 對不對 你站到的 顧慮到地心引力 你如果要制定法律 建築法規裡面 你建築就要用什麼材料 你的家的角度可以建築什麼程度 就要尊重地心引力 對不對 你就要把這個列入考慮 你的建築法規就會考慮這個 才不會出事 對不對 你們有跟上嗎 然後人跟人之間就要生團 對不對 生人啊出來 所以你的家庭法規還是 有關於民法裡面 就要考慮到保護家庭這件事情 要有男生有女生 建立家庭 生人啊要保護這個嘛 兒童兒幼法什麼東西 就要考慮人要生團 不然人會沒去嘛 所以你只要活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你很多原則都要遵守 對不對 你會去遵守這個法律 這個法則嘛 所以我現在要說到前面 所以你現在說的 您這次第一次來 就知道有戰爭法國際法 對吧 戰爭法國際法它base什麼 基礎什麼 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就是遵守大自然的規則 才產生自然法國際法 之後上面才疊國際法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類的關係 然後這再往上就是各個國的憲法 憲法 憲法之後再建立民法 行事法各種法律 法律是一層幾圓幾圓起來 它會遵守大自然的法則 是這樣的原則來建立法律系統 在這法律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字叫做 consistence 一致性 什麼叫一致性 我今天來 我穿西裝 我戴領帶 對不對 我右腳穿皮鞋 我左腳如果穿高跟鞋 怎麼樣 你打開了 對吧 你有不一致性嘛 你的系統裡面 沒有一個不一致的東西造出來 你怪怪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嗎 consistence 就是一致性 在一個系統形式裡面 不蘊含矛盾 我跟你講 所有的人 在法律裡面 告來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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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件事 就是證明對方 是不是有一致性 你指出對方不一致的時候 他就輸了 你的證據跟你所敘述的內容 有沒有一致性 你的邏輯推理有沒有一致性 你就指出對方不一致 你就輸了 所以現在美國 就是靠著美國法律裡面 有所謂的一致性 我們贏的 一致性是什麼 你美國的法律說 憲法跟舊金山條約 Treaty跟外國簽的 這個是等同位置 位階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會遵守憲法 你同時也會遵守 跟其他國家簽的條約 如果是這樣 舊金山和約你簽了 你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想要叫我去買武器 你想要改我的議員 你為什麼改我的國籍 你想要叫我你怎麼去做兵 不一致啊 對不對 你沒有佔到戰爭法 來處理台灣問題 你想要叫我中國人 要改我們的國籍 不一致對不對 我們在他的法院裡面 告他的不一致 我們贏 所以才有今天的台灣民政府 站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這樣子跟台灣人 就在講這件事情 台灣人過去沒有這個概念嘛 對法律不清楚 只能說台灣人要出道地 要做什麼 法律整天都不是 沒有人理你啊 因為台灣人沒特色 還沒地性 要用自己的一套被闖出來 闖永遠走到哪裡都走不通 現在法理出來了 很清楚啊 這就是這條路啊 這條路走馬上就出來了 你走到路 一下就通到底了 所以美國政府被迫 法院好在美國還有一個東西 它Constitution 它有一個 美國的三權分立 法院判的東西 它的行政部門 它立法會配合 它是有一致性的 對不對 法院判的 它是獨立審判 獨立審判 你政府不對 你政府就要改 所以要幫助你 成立台灣民政府 就像這樣 這樣知道 這個Constitution裡面 還有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意思 就是表裡一致 Integrity 你可能直接聽這英文字 不小意思 我說它反義字 是什麼意思 Integrity相反之 叫做Dishonest 不誠實 或者另外一句話 叫Hypocris 你這個人是偽善者 在美國幫人罵你是hypocris 罵你是偽善者 說一套做一套 我跟你講 過體裡面 村裡面 要做中路 還是要做大 你一定要怎麼 講白 對不對 我跟人家搶事 跟這個人家搶事 我用一套標準 在這個地方裡面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如果標準不一樣 那時候怎麼辦 那種憲 憲到買了你就要留台 你沒有資格當中路 換人 對不對 因為你做事情沒有一致性 沒有這個叫做Integrity 你做一套做的又另外一套 所以你在任何的社會團體裡面 要做大的 你一定要有什麼 Integrity 我標理一致 你這個人格標理一致 讓人在信任你 你自然就會到那個位置 美國你要做全世界的老大 你就要有一致性了 你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你表面是在你的法律講說 我會尊重國際法 國際公約 你就叫他做 你不可以一方面 我跑到中東的地方 我告ISS種族屠殺 結果你在台灣 放中國人 在台灣 吞打台灣人 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去做兵隊三次 受他的教育 這就是種族屠殺的過程 你美國人 你是這個土地 主要佔領全國 你為什麼對台灣人這樣 我們要照顧 美國人如果要做老大 你就要照這個 條約來進行 是這樣我們才有今天 再來 我今天講的是藝術史 不是 台灣史劫 就是過去 把你通知一個手段 就把你史關給你蓋起來 什麼叫做史關 就是 你要什麼 我講到這個 史關講一個趣味 你我在座 我人家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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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們在座 沒有人寫 對不對 沒有人這麼偉大 歷史通常是 你有寫個人日記 沒有啦 對不對 寫校史 公司嚴格史 對不對 化學史 頂多寫到這個 沒有寫國家的歷史 那是 統治者在那裡下來 OK 沒寫一個歷史 它都有一個觀點 不管現在故事還寫什麼 都日記也好 什麼都有一個觀點 主頭到尾都跟一個人的態度去寫 那才對 對不對 你不會說跳到另外一個人的角度來看 這個人 啊 有分裂症嗎 不會嘛 所以任何一個歷史 你只要看一本書 文章一下 一定有一個觀點 叫做史關 歷史 下歷史的人就有一個觀點 那個觀點是誰 非常重要 很多年輕人 你說老師啊 我對歷史沒有興趣啦 我跟他說錯了 史關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你會只有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你的行為 行為最後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先聽這句話 史關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命運 很簡單 我說幾句話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請問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喔 對不對 強者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如果堅持說 我是原住民 搞不好 給我滅掉啊 對不對 又怎麼樣 你有觀點 但是你沒有實力啊 搞不好有給我消滅掉啊 在北美做印第安人 幾百萬人 現在存多少人 你的觀點有什麼重要 不重要啊 我跟你說 觀點不同會怎麼樣 很簡單啦 結婚當天就出事 結婚當天 先生坐那 太太去煮菜 炒菜 斷到桌子上來 吃了兩行 你先吃你先吃 先生說 沒有啦 什麼先吃 菜都煮了 傳好誰 我們兩個坐下來 坐下來好好的開動吃飯 太太說 不用啦不用啦 你先吃你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 為什麼 你太太說 怎麼會那麼良相 我們過去我們家做生理的 先生說 我們家做生理 都是大家做定的 才開動的啊 沒有啦 我們家做生理 誰先來先吃 我們流水席 這樣就可以吵架 每一個人把他 從小到大 習慣帶到婚姻裡面 兩個不同的觀點 碰到一起 就怎麼樣 要協調嘛 協調不來 就什麼 吵架嘛 吵架還動不了 怎麼 離婚收藏 人跟人頂 都是離婚 國家跟國家沒有開玩笑 就是收台 就是死人 國家跟國家觀點不同 最後就是殺 就一大多人犧牲 很多家庭流離失所 我們現在在講國家層級的事情 我們在不停講個人 我跟你說 觀點重不重要 把你通知了 就改成他們的知那人觀點了 過期中國人跟我們通知 有一個告示說 台灣人死十幾萬人 幾百十幾萬人 不算什麼 可惡 對吧 是怎麼樣 那是你中國人的觀點 跟我們台是冷的 共同台是穩的 你用你的觀點跟我們說沒什麼 還跟我們說這樣 所以過期 二、八 前一天我跟我們講 明天二、八、八、八 你留在家裡 爸爸去廚錄影 帶我們來看 少年一段時間 把你開玩笑 我跟同學女兒去看電影 對不對 本來要去購物 去卡拉OK 你把它創成這樣 烏煙張去 明天放假 你看 是不是 本來是台灣人的受難日 它有顛覆掉 一放假之後 變顛覆了 顛覆就是原來的藝術 都把你扁起來 因為他受他教育 我剛才說的很慘 頭一台二次 幫你台電二次 拿去做第三台 受他教育 變成中國人去 台灣有慘慘嗎 你的種族會有滅掉 你小孩子的立場 是根據中國人來看這件事情 觀點不同 在中國 清財台多少人沒什麼事 台灣人沒多少 日本人跟我們通牌的時候 你抓幾天就要放掉了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不跟我們清財台 為什麼 因為 來通牌的是總督 總督叫做管家 管家沒有辦法 對他的主人的財產 做什麼處置 頂多只把他關起來 什麼叫做臣民 我們是屬於天皇 天皇派一個管家來管台灣人 他沒有那些財調給你台 他就要請示天皇 我們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才有這種法律 延續下去 是這樣 中國的法律 就是中國的法律 那不一樣的意思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做 戶籍騰本 全世界那時候其他國家 中國沒有在做這個 你是誰誰誰誰誰誰 都紀錄得清清楚楚 不會讓你走一隻棋 所以為什麼要查 豬肉竟用台灣人 很簡單 在台灣查得出來 戶口騰本拿出來 戶口名簿拿出來 就知道了 有戶籍在這邊 有這個名字 沒這個人在哪裡 走到哪裡 不會平白消失 那裡是台灣 經過在那個之前 再之後不見的人 就是消失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 對吧 所以 以中華民國 就給你改一個流亡史冠 叫你女兒去背 改變我們的小孩子的想法 讓他們變成中國人的師匠 變成228 變成合理化的行為 這就是過去 motiv就是竊距台灣 所以你看中華民國的課本 高中 國中也好 有關於台灣的部分 前途的部分 都跟你說 開羅宣言 就已經 不會跟你說 開羅宣言 波子蘭宣言 對吧 我說101是我的 宣言 1000字 1萬字也不會變我的 你來說 101 每個月 150億 好 我150億拿出去 交易 交掛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新的合約定款 在促足以下 名字給你換掉 換作利益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的 那才叫做這個土地 真的變作利益 你只是宣言不好 我一定是我的 說幾個字也不好 真正一個土地的交易 一定會有交易過程 一定要有前約 一定要那個 所有權狀上面是你的名字 怎麼會有餘館 跟台灣這些土地只有兩個條約 一個是什麼 下官條約 就是大清帝國 屬於大日本帝國之後 大清帝國皇帝 掛牛台灣澎湖 給台日本帝國的天皇 對不對 第二次是什麼 事情我們中國輸到美國 美國總共八個月 對不對 怎麼樣 放棄 那是日本政府放棄 對台灣的管轄權 但是主管沒辦法就改 因為 佔領不宜轉主權 國際法裡面 留房政府沒辦法就地合法 這兩個 我們出一班一定要會的東西 很簡單的事情 這原則 這原則 大家知道是什麼事情 所以今天要跟你說 就是幫助台灣人 為資納的這些系統來要走出來 要讓你頭白出來 要不然你的想法 都在過去那裡 很簡單 來 給你們構思一下 這四章有道 你要看那個perspective就是 透視 你知道透視圖嗎 透視圖 畫建築透視圖 你認為這四張裡面 看透視 最清楚的是哪一張 要問喔 認為這張舉手 看得最清楚的 這張最清楚的是哪一張 哪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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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透視 就是近的大 遠的小 這樣才看透視看得清楚 三個都一樣大 怎麼知道誰是 後面的人變成巨人 對吧 要知道的意思嗎 透視 透視圖就是這個意思 看東西看得清楚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我才講歷史 史觀 你看你的副本裡面 它特定的歷史 把你放得很大 特定的歷史 改變得很小 比如說跟日本時代有關係 都改不掉了 將近沒有了 對吧 中國人的歷史說一大堆 正常說台灣人 有的沒有 六個數個說一大堆 對吧 過期台灣人 四萬年的歷史 說四百年 所以李登輝說 是台灣四百年歷史 混蛋 台灣人的歷史是四百年 那是四百年 四百年是 大清立國給你通牌 兩百多年 台灣歷史不是這樣看的 四百年是四萬年的百分之一 你知道嗎 看台灣的歷史 要看四百年 來 漸漸的要再講 再來 排二題是什麼 科學 歷史 我要講 你在法院裡面 法庭上面講什麼東西 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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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哪有100個證據 在法院上提出來的話 你怎麼分辨 100個都一樣重要嗎 當然不可以 你要分類 怎麼把證據分類 第一個 假歷史就拿掉 偽造 假不算 上面 都是對的裡面 在分ABCD級 越高越客觀 越側越主觀 比如說我在車禍 對吧 誰人會 路人假路人眼看的 結果都不一樣 要聽誰 不可以 要車禍 鑑定 包括科學 量距離 用物理去推 彈道比對 那最準 不是誰人的觀點 人的觀點都不 因為他的角度觀察點不一樣 結果不一樣 很正常嘛 對吧 所以越上面越究竟客觀 客觀是什麼 基本的邏輯 推理 物理性質 化學性質 生物DNA 你知道嗎 生物DNA 因為最近 這個很發達 過去 你兒子的財產 賣給什麼人 幾個百億 這是他兒子 這也要噴一塊 很簡單嘛 把你的血液 跟老伯的血液 陶章拿來化驗 就知道是不是他兒子 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你青菜公公的 對不對 現在DNA 我跟你說 更快的方法 用口腔 Q-tip 棉花棒的口腔 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兩天就出來了 集一隊的牌序 很快就找到了 沒辦法騙人 對吧 這是最近 所以我待會兒會說這個 歷史文章 history document 比如說 一男一女結婚 簽婚約 簽婚約 容易 不簡單嘛 不容易 對吧 追求老半天 上輝上雷咪 相關家庭談論 說這聘金多少 那個嫁妝多少 喬幾季 簽約後 結婚 不容易 對吧 那我問你 46個國家同時 在一個文件上面 簽名是不是更不容易 更難嘛 這叫做舊金山合約 跟台灣這個土地有關 46個國家去簽名 你知道嗎 他的證據的可笑性 相對高很多 46個國家 送到他們國家議會去拆 最後再派外交使節去 那邊簽名 難不難 真難啦 我告訴你 真難啦 再來文字記載 推論假說 在那邊說 再來 再來 時間點不夠 講得快 到六點 我只有半個小時再講 來 這是國家地理雜誌 你知道嗎 National Geography 國家地理頻道 因為他們很有錢 他們做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什麼 就是 就是 口腔黏膜 去撤DNA 你知道 人在傳宗接待 我們在生肚子 老台那時候 我們的染色體都會複製 比如爸爸這邊一半 媽媽那邊 合起來 並做小孩子的染色體 對吧 你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 突出 突出就是突變 之後 這個突變是一個記號 也算是一個sign這樣子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小孩子身上 都有同樣的記號 喔 他生了孫子 裡面也有同樣的記號 有些孫子 還有孫子 上面也有同樣的記號 就表示說 這個人是從你這裡出去的 現在知道了嗎 你的人是從這邊出去 所以他就 科學家用這個來倒推 倒推 現在全世界的人 在六萬年前 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其實這個也很簡單 問你 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男生是XX染色體 對不對 女生是XX 男生是XY染色體 對不對 要一個Y染色體 女生沒有的啊 要不然不會變女生啊 有Y染色體 這是男生啊 你的Y染色體 對著要來 怎麼會對老母親家 在哪裡拿來 不會嘛 一定對你老爸來的 對不對 你老爸對著要來 你阿公來的 一定是男生這邊 一系列 所以追到後來 只有一個Y染色體 對不對 只有一個 最源頭只有一個Y染色體 對不對 都是男系 所以最後 他們追這個東西 到最後 所有現在活在世界上的人 的人類 人類 六萬年前 在這個地方出現 在非洲 他們叫Scientific 不是真的亞當笑話 叫Scientific 科學上的亞當笑話 因為最早就追到這裡 我近幾乎 有人說 有三靈洞人啊 尼安德拉人 過了十萬年 幾百萬年 都沒有用 因為到今天為止 這些DNA都不存在了 消失掉了 這些人不見了 現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六萬年前對即將來 這上面有日本的線 都有箭頭 箭頭就是 ESTU.奈 我跟你們講 你們上網去找 Google Earth GOOGLE 有個EARTH 你們知道有這個軟體嗎 Google 就看整個地球 地球下面有個水的部分 除了外面是海洋的部分 它有深浅的部分 比如說馬里亞那海溝會有一條 比較沉的 所以台灣海峽這邊就比較沉 太平洋那個海溝很沉 其實過去所有這些陸地都黏著火 人好像都走路 就像剛才走到那裡去了 不用經過海洋 之後來海水上升 這些每個島嶼都isolate 獨立出來 好啦 這樣有意思 徐老師你說這個我沒興趣 我想要知道的是台灣人從哪裡來 台灣人 台灣人從哪裡來 很簡單 我會教一下數字叫M174 你看台灣在這裡 M174 由非洲這六萬年前出來以後 到哪裡 南夜門 南夜門 這夜門 夜門 南部南夜門 再來 印度 再來 馬來半島 馬來半島 再來 爪哇 馬來半島 印尼 台灣人從四萬年 四萬年前到台灣 再來 村人繼續走 靠在那裡 跑到哪裡 日本 對吧 大家睡著了是不是 有沒有follow me 到日本 再來呢 這也是哪裡 朝鮮半島的北部 現在韓國 朝鮮半島 最好就是所謂的 中原地區 我待會跟你講沒有中國這個名字 到中原這塊大土地的這部份 這部份裡面有什麼人 很簡單 你看 有沒有從歐洲來的 有從蒙古下來的 有從印度上去的 好幾十種人 在差不多兩萬多年前 來到這裡 這十幾萬人 染色會 兩萬多年 誰是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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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雜種啊 沒有錯啊 相對台灣人純種啊 因為我們在這裡沒有人 沒有跟外界混啊 誰是誰的祖先 他沒有聖宗最遠 追到哪裡 以前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去的部分 我怎麼是韓國人 我們是我的祖先 有什麼啊 科學證據告訴你 中國人一部分是從韓國那裡去的 但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去的啊 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台灣去的啊 台灣人從哪裡去的 馬來西...什麼福建 誰人說福建 對不對 傳到威家 你還福建 絕對不是福建 反而是他們福建人 從台灣才去的 所以中國人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如果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你知道嗎 我們是他祖公的 祖公拜的 因為人對我們這裡去的 他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不要弄顛倒了 我們在這個土地神 都要四萬 這是科學證據 不是中國人來變故事 這世界上並沒有 中國人的 你就問他什麼叫中國人 漢滿門徽藏苗遙 到底哪一個才是 藏人是不是中國人 蒙古人是不是中國人 他說不是 後來他就別說 好啦 漢人才是中國人 好啦 我們問你漢人是誰 你又定義不出來 什麼叫做漢人 沒有啊 你沒有這個人啊 沒有這種漢人 你以後你把血液 漢人血液定義出來嘛 說這叫漢人的血 我就說哇 這DNA跟你對對看嘛 如果是我就會漢人 結果沒有嘛 他定義不出來 因為這麼多人人在這裡 人在這裡啊 沒損的啦 這是因為他為了要統治你 編一套故事出來嘛 中國之前哪有中國 叫大清帝國啊 原朝啊 不一樣國家啊 那是上面不同的部落 在修台 到那些人派向贏 這樣這樣 那人在裡面是人 人都很狡猾啦 所以他定義不出來 什麼叫中國人 但是你過去的知識教育 把你洗腦洗到那邊 喔是中國人 你真的問他 說不出來 所以最後要不講中國人 講漢人 漢人說回來 華人好啦 什麼叫做華人 什麼叫做華人 你告訴我 我說講華語就是華人 我請問你講英文都會英人啊 是不是這樣 對啊 照你的邏輯是這樣子啊 好笑嘛 你不是按照學藝 而是講你的語言嘛 講法語就法人了 非洲很多國家都變華人了 對不對 好笑嘛 對不對 你也覺得好笑 所以華人沒有這種東西啦 但是你說洗腦 因為它是叫做政治的語言 它為了統治你方便 把你define 定義出一個 一區區塊的人 你知道嗎 現在知道你們自己 所以這個 這個計畫主持人 都說得很差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Dr. Spencer Wells 就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講過一個 人類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裡面 無知要用pain的 就是你把你的血抽出來 這樣就好了 過去那些都沒辦法證據嘛 你找不到證據嘛 你血抽出來就不是這種人嘛 你不能用疑言來決定 你是什麼人嘛 你不能以為你說客位你就客人 你說客家 說台義就是變台灣人 不是耶 現在很多中國人來台灣 說的台義 不是比你贏的 比我們後一台的台灣人說的還好 不可以用這個定義 用血液 但是你說血液又沒比較材料 我跟你說 來 這是時間點 6萬 5萬 4萬 3萬 2萬 1萬年 修羅斯剛剛有說不對 來 你看這什麼 壁畫呢 這都一樣 French Archaeology Saint-Croft 這在法國南部的壁畫 時間代表 3萬2千年要3萬年前 Bepod present Bep就是這個意思 在現代以前 倒追3萬多年前 符合啊 你看 這是印尼喔 這印尼的壁畫 一樣的時間點 4萬年 所以這個符合我們的 這個Timetable 戲碗已經到印尼 沒有錯啊 你的後來考古挖到的 這些石壁上面的畫 4萬年前 人類在牆壁上畫的東西 給你看 印尼畫到的 你看這手 這個手 然後噴那個墨在上面 用碳十四半摔機 去噴 用碳去測 在6萬年之內 非常有效 很準 現在判第一個古蹟 它的時代 就是用時間來證明 你知道嗎 清楚嗎 你是水 你叫什麼 我在拜國尋到你 你就叫拜國好了 這句話是不是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 教律講 這個是有個故事 叫魯冰孫飄柳記 你有聽過嗎 你有看過這個故事 有嗎 有些人不知道 我就講 以前有個叫魯冰孫 這是17、19年的小說 白人坐一旦到一個地方 例如鋒映 一旦冰旦 就跑到上面 把船上的東西 在那邊蓋了一個塑屋 躲在那裡 一個月以後 當地的土豬來找他 他就給他取個名字 你叫拜國好了 變成這樣 那是不是很好笑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土豬給他取名字 不是他給土豬取名字 對嗎 土豬住在那邊很久啊 你北人是後來來的啊 我問你北美的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印第安人叫什麼 印第安人叫什麼 那是白人的好 叫印第安人嘛 白人要來進行印第安人叫什麼名字 什麼 沒有名字 什麼洪帆 中文叫洪帆 喔喔喔喔喔 喔喔 洪帆 我頭一次上會很好笑 沒有名字啦 那個土台是自己組的啦 洪帆 再來 台灣無親的名字怎麼叫台灣 無親的名字叫什麼 佛摩什麼 也不是啊 無親的名字叫什麼 沒有名字啦 我們無親本地沒有名字 一個土地裡面 生土地裡面 世界就這麼大 為什麼要替自己取名字 那就是外來人才給你付名 這個土地裡面不同的族 互相之間有名字 因為要把你認出來 把你收拔是要和好 還有什麼叫對方的名字嘛 但是你沒有跟外界接觸 這個土本身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多久 四萬年沒有名字 是最近才開始有名字嘛 其實本人叫這個地方有名字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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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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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讀書就跟你說了 他們的手機是從我們這裡出去了 好啦 手機趕快關掉吧 來 誰可以幫忙 有誰的手機在響嗎 關一下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現在有一個手機的鈴聲很好笑 老年人聽不到 年輕人聽到手機聲 老年人聽不到高頻率的聲音 來 《National Geography Magazine》 1920年來國家第一雜誌上面 用什麼名字 FOMOSA的Beautiful 在飛機上面用什麼名字 Tons of Explosives 美里到 二次一段 風扎台灣那時候 美軍 風扎台灣 FOMOSA 用FOMOSA這個名字 對吧 來 再來 究竟我們合約裡面 Peace 3 Chapter 2 Article 2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esacadores Pesacadores 也可以 它用什麼 敢用台灣 沒有啊 FOMOSA Pesacadores 我問你喔 你買一間房子還是買一台車 最後那個車跟那個產權頂管都要寫列名 對吧 哪有... 有人說親戚叫做 這阿花要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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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寫 買的嘛 你一定把你的名字寫得清楚 架名寫 身份證 字號 電話 聯絡住址 戶籍 付籍等本 都給你寫掉 你就怕人把你頭帶去 對吧 你會想辦法把這個Nail down 就是我 我就是他 這間房子就是我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合約上面 一定寫 你的本名 對吧 那我請問你 所有的條約 以什麼版本為主 條約裡面有英文版 日文版 英文...中文版 哪一個為主 當然英文版為主 對吧 英文版裡面就是我們台灣人的證明 你知道嗎 中文裡面給它寫台灣 可是英文版裡面還是標準 對吧 台灣是中國人叫我們 所以什麼 Japan Renowns All Right Title Formosa and Pescadores 知道嗎 平衡叫Pescadores 在合約上的名字 知道嗎 好啦 說到這個 我們再說一下 簡單的 你出席到今天 當時開始知道 你有這個人存在世界上 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 自己存在世界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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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什麼時候開始先知道 媽媽餵奶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 你現在不記得 但是你知道你這個人存在 是媽媽 你腰也好 媽媽給你照顧 剛在家裡 你知道 有另外一個存在 來證明你的存在 你知道嗎 那叫做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存在感 存在 你這個人存在世界上 再來 爸爸給你 你再給一個reference 多一個參考點 再來 兄弟姊妹跟你玩 又多 越大就越 建構的參考點 越多 你的存在感就越確立 你知道嗎 然後 你如果從小到大 存在感 就是存在感強的小孩子 會怎麼樣 就有自信心 對不對 自信心強的人就怎麼樣 學習能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他就可以貢獻給別人 貢獻的人是社會 對吧 但是你建構這個 存在感的過程當中 出問題 譬如說我過去去 幼兒裡面傳 你怎麼 帶活動 拿錢 給他 跟他玩 每一次我去幼兒院都這樣 結果一兩個小朋友 米的肚子裡走出來 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樣 結果老師都說 他們那都是受虐兒 從小孩出事就叫做靈體 要吃靈體 就叫做靈體 叫做靈體 叫做打 這種小孩子就很害怕 是什麼狀況 對吧 小孩子就受虐兒 就是自小人 叫做靈體 大小的 你要建構他的存在感 的時候被否定 沒有人家 那就是台灣人過去 做出的事情 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我台灣人 我說台灣人會發脾 發脾 那就是台灣人過去去遭到的事情 那就是受虐兒 我們都叫靈體 大小的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民眾都這樣 叫靈體 大小的那種 很可能 沒人家 不准你說你 沒人家 不可以有你的名字 還跟你管一說 你是中國人 那還陷 台灣人是這樣大小的 你在建構你的存在感 都被否定 很可能 還要拐貴的名 還拐貴的名 你知道什麼 你是貴的名嗎 中國人是貴的名 我是中國人 你是貴的名 那是中國的流亡政權 什麼是貴的 儘管 什麼是貴 你知道嗎 就離開原來的 原來的生活 照會保抑的是貴 是不是貴 對嘛 人死掉靈魂 就離開了照會保抑 中華民國的生活在中國 你照台灣不是你的地方 你不是貴 是什麼 對吧 你就鬼政權嘛 你的土地 你的中華民國憲法 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包括台灣 這不是你的土地 你的憲法怎麼執行在台灣 那不是很奇怪 你如果在那裡 要選總統 那不是很奇怪 我們日本人 怎麼變成中國人去 那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去 有貴府心 我說一個 我說一個 過去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地方叫做 格拉森 格拉森是一個 石灰岩洞 九灰 就是水底的 一根一根一根 走出來 鋪起來那個地方很多 鋪起來 很好用 用來做什麼 做冠茶 我們不用做冠茶 人死不死不死不死 等在裡面就好了 所以鋪起來那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 墳場 世界上 木啊缽 牙子 都有西人坐 西人坐什麼坐 牟牲那坐 牟牲那坐 就是鬼父神的事情 要走出來 這個村子裡 有一個年輕人 叫鬼父神 整天生不穿 生不穿 不穿 村民們覺得這 這很麻煩 整個ουν 出來 再沒問題 再來 還走出去 這時候耶穌來了 亞洲來了 耶穌代表真女的來 這年輕人 我時間還不夠 你現在有來是什麼意思 要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沒有給他講話 只問他一件事說 你叫什麼名字 只這句話就逗了 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 結果一個 他勉強說這句話說 我叫群 一群的群 什麼意思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替他回答鬼的名字出來 你知道嗎 鬼替他回答 因為他沒辦法載到控制他自己 手機趕快開 把他關機 這樣我就不會被打擾 故事講得正精彩的說 關掉了 耶穌就說 對這個人的辛苦出去 那個鬼就衝出去 附近有三千頭豬 四千頭豬 鬼就附在上面 全部衝到海裡面淹死 接下來的人就穿起來 穿起來就知道 三個穿回來 恢復正常 台灣人也是一樣 你是什麼人 我台灣人 我的中國人 叫貴父親的人 說這種話 對不對 現在 法理出來了 幾個要走 幾個政權就要走 對不對 雅蘇在純利出來了 法理就要走 我不是中國人 幾個政權要走 海事也要走 是什麼人 黨紀 兜頭 對不對 就是這種人 台灣人什麼人 就是這種人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民進黨 台銘 現在海事名在中華民國架構裡賺錢的 幾個就是靠 當機是靠幾個負心賺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這種人 他要想辦法給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沒有幾個就地合法 哪有可能 法理已經出來了 一定要走 這人還搞不清楚 我們法理一直在往前走 一定會被處理 對不對 來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發現自己真正的身世之後 你們就是這個王子 請問 你們的身世是什麼 你們現在知道你們自己是什麼人 什麼人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不是台灣人喔 跟台灣人沒有 英國人認為我是英國人又怎麼樣 還不是被槍滅掉 為什麼當日本臣民這個身份很重要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才可以按照戰爭法底下 受到保護 因為國際裡面有一個叫做戰爭法 你如果不承認自己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就不會接受這個保護 所以你身份證的ID很重要 我們不是說你是台灣人 你可以遇到保護 沒有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怎麼證明你是 但是 就在1945年9月之前 你在這個土地上面 有這個 戶籍層本裡面有記載你的名 但日本帝國裡面有你的名 還是說你這個名的後代 後代 我們就要證明這個 所以我們身影身份證 就要把我們 北部或是阿公阿嬤的 戶籍層本拿出來 手抄本 證明說我是他們的後代 所以我們才是合法 在這個土地上生存的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國籍你憑什麼把我拿掉 你國民黨裡面的內部文件 怎麼可以去剝奪 另外一個國家人民的國籍 不行 對不對 我可以在這裡 國民黨說我剝奪美國人的國籍 不行 不行啊 你是這一國 你只關到你們這國的事情 你只要關到北國的事情 我們這國可以做大日本帝國 你中華民國國民黨 帶來台灣 還要改我的國籍 不對的嘛 你的憲法 你還在中國執行 那是你們家的 跟台灣什麼在台 沒有啊 這就是法理 這是簡單的邏輯和法理而已 台灣人就套破了 你知道嗎 所以那怎麼辦 好啦 你知道你身份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我就會說 為什麼 我跟你講 當初 民主長告贏了 美國人說 儘管要向你 民主長要去拿 他說連理也沒有資格 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證明他自己的身份 他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拿的是中華民國身份證 用的是中華民國的鈔票 所以美國人叫他 你先辦身份證 叫他先去把身份證弄 身份證弄出來 身份證弄出來之後 什麼人出現了 之前這個人沒有出現 美國要回來佔領之前 被佔領地的百姓要出現 對吧 之前你說美國 你是這個土地佔領全國的這個人 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說 佔領地的人民在哪裡 你都去拿中華民國護照 所以你這身份證弄出來 就表示什麼 被佔領地的百姓出現了 出現的話 美軍就回來了 你知道嗎 這整件事情就合理了 是邏輯在這邊 所以為什麼要辦身份證很重要 再來 人出來以後 你要成立民事政府 所以你對台灣人來 就要求 四萬人來就要求四千人出來 要分的 還是要 叫做民事政府 我們不是佔做一個獨立的國家 不是喔 要求佔領地的百姓 按照戰爭法裡面 你要 以當地的百姓組織 當地的民事政府 叫civil government 民宿的 對啦 外交啦 軍事會不在我們管 因為我們是有彼國人佔領的 彼國人就要替我們 是這樣啦 整套邏輯很清楚 好啦 現在時間不夠了 現在要趕快補一下 種族滅絕的 這都這麼說 日本時代 很快給你們補 以前所謂的戰神公佔台灣 就是這個 民政時期 來 大日本帝國歷代總督事蹟 1895年1945年 18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在領臺戰後 租稅檢免遺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統府平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副審法院 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理分制度 醫院設置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有片定義制 定期航路開始 督樑改正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明治29年1996年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6月2號到10月14號 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 台灣地租規則實施 政治犯臨時法院 台灣公益制度 創始國語學校預備 明治29年 第三代總督奶木西點 三段錦被法阿片制限金制度 第四代總督熬育元太郎 就是這個 第一個 這個華山之際 這個叫貴太郎 這個叫奶木西點 這個熬育元 這叫後騰辛平 那時候他是中軍到沒時間來台灣 這個主要是他在管 你知道嗎 那時候有學校整備 大陸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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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花在台灣的錢 一億多少錢 一定要經過大陸帝國 議會通過預算 再拔來台灣 再來 大陸帝國統治不同 再來 左九間左馬太 安東真美 明焦元二郎 第七代 那裡有什麼 你看 農會啦 農業移民開設 第一下水道 台北市有接到下水道呢 縱貫線全通 1906年 台灣的縱貫線全通 這本來算好了 中央研究會開設 化學部 衛生學部 松山療養院 博物館 也沒有人在殖民地開博物館 博物館一起 也偷得在開博物館 Museum 再來 安東真美 再來 我今天要說這個 主要是真的有田健智郎 為什麼那一年 黃太子殿校來台灣 黃太子殿校來台灣 這個那時候 叫做田健智郎 田健智郎那時候 台灣人有些人 寫破去日本 跟天皇說 你不要來這裡很亂 結果我們這個總讀 會議會給天皇說 沒有啦 你看 台灣思想惡化 我是找他日記裡面下來 因為在東京的學生輩 在台灣沒有多少個人 他們是下回主義的 但是還沒有到危險的程度 一般人民是非常忠實順良 這很差勁喔 在日本總督的眼睛裡面 台灣人是很順服 很順服的 我跟你說 女生 不會每一次跟老公 嚇勾車 跟他壯 你如果對我好 我為什麼跟你反 很簡單嘛 其實平時台北部都說好 那沒辦法騙的嘛 對不對 人家發自內心說的嘛 過期大經理有統治台灣 台灣人說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吧 男無情女無異 那時候來台灣的官 都把他罵台灣罵到沒有一堆好 對吧 罵台灣人啦 為什麼在日本總統的 髮手裡面的台灣人就好呢 表示你對我好嘛 對我好自然就是很順服啊 很簡單的事情嘛 這是過期的台灣人 你們看過 你們在座的各位 女生穿衣服都沒有穿太漂亮了 我跟你說 這是法國的高級定制服 你看 項鍊 開口 我現在來講1920幾年 你叫二九年 二幾年那時候的台灣人 社團的 你看他穿西裝的樣子 髮型 有緣刀嗎 每一個都是人模一樣 你都留學歐洲的學校 美國的學校 這是杜聰明 以前的日本時代杜聰明 你看 1893年到1986年 杜聰明 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 後來台北醫院 台大醫學院的杜聰明 有戰鬥嗎 這真的假馬生 到哥倫比亞大學 這是杜聰明 跟他媽 一本期待 你看 1943年 全台灣小學1099所 學生 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 普比率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先進國家 1928年 全台第一所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 電地學術級的 日治時代 台灣人留學日本 風氣下陣 1945年統計 曾留學過台灣人 20萬人 20萬人 非常高的比例 留學 這是以前的 剛才那個 他的同學路 找出來 同學路啊 那時候流美 你看 岩水龍 你看 France 岩春安 美國 U of Illinois 胡錫原 科威西 U of Columbia 念神學 念經濟 念化學 念美術 念政治 念醫學 你看 小龍虎 還中一個出門 是台灣人 我那時候想說 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就是這個人 說不條件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結果你去查他的 同學路 就知道 事情出在哪裡 你看 黃朝琴 政治學 美國 Ear of Illinois 結果他 在哪裡 南京政府 外交部 你日本人 怎麼去南京政府 外交部 表示你的效忠對象 有問題 你效忠是中國的 南京政府 你日本人 拿日本護照去 效忠中國政府 這很奇怪 來 各個不同時代 我今天時間沒那麼多 我先直接看照片 那個 OK 我放照片 十分鐘把這畫 然後進到影片 我待會兒還有 這個 馬街在1895年的時候 1885年的時候來台灣 黃后旅館 剛才要免疫 躲在這裡 馬街 馬街 有馬街醫院 對吧 馬街 知道嗎 把我們台灣人搬水去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平均受命 35歲而已 35歲 台灣人受命 35歲 二十幾歲 小孩出來做阿公 死 35歲而已 那時候 馬街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的 以前做豬油 蓋教堂 以前馬街博士 那時候大清朝有通締的腳 是這樣的 誰這樣 有沒有 中國人來台灣都做幾項事情而已 開神開廟 抽水 貪務 開神開廟 抽水 貪務 就是這幾項 我剛才以前跟你講 統治的手段就是 宗教 語言 姓氏 給你蓋 他沒給你打 直接這樣給你套上去就好了 去神開廟 去廟 去廟 抽水 還可以淹水 這是什麼 你看有沒有 還在幹嘛 這叫檳榔西施 你不知道還在幹嘛 阿嬤在賣檳 阿嬤在 這是阿嬤在賣檳 來賣檳榔 捕一個孫 會有什麼 檳榔 所以台灣要減少 檳榔人口精神 叫阿嬤去買檳榔就好了 你都找美女在那邊賣檳榔 不怪一大都有人在吃 跟阿嬤在賣 保證人口會下降 你們大家都好像沒有 你們都睡了 待會兒要吃飯 這些西鄉蟲道 牡丹社事件 那時候我們的官主民 那個高砂族 出燥 出燥 那時候很嚇人,日本軍官說,不能再出手了,不能再出手了 那時候高叉族出來的,你看,這頭前的日本軍官,高叉族的勇士 那些人都拿鐵鍋,鐵鍋頂都掛什麼? 不是菜都,那都是人頭,那一顆一顆都人頭 每一顆都是人頭 你看,他們高叉族在辦慶典,原油會,日本軍官在裡面 日本軍官在裡面,他們在跳舞,叫嬰兒在看老實,很老實 結果婦女的手拿這支,那就是人頭,嚇死你 來,高叉族的女生,漂漂亮,很可愛不,很好看喔 1928年的時候的照片 很清秀的臉 來,那時候,就是順番的話就教你使用武器 你看,這都日本軍官,還有頭目 你看每個這隻頭目,兩隻腳中間都放一顆什麼? 那都是人頭耶,那都是人頭耶,那一隻腳都是人頭耶 那時候在病部組,差不多四五千顆人頭 那一本人差不多幾百顆 當時是這樣,那時候起初是這樣,出草啊 頭抖起來了 所以你現在去看IS什麼斬首行動 我告訴你,過去所有人類早期都是這樣 都是斬首啦 你不要覺得野蠻,我們受到適量的教育 回去看過去的歷史,感覺很奇怪 其實,這些所有歷史上的部落形式都是這樣 跟人家沾頭 洗淨褲子很洗淨啊 這個是因為高叉族的人衝到學校 他不去日本教育,把你們都抬 結果這個日本老師帶這個你們 把他放在糞坑裡面,逃過一截 其他的照片很殘忍,我沒有給你們看 我給你們看這樣就好了 生還者照片 開始想過接受教育 開始偷坐了 第八連隊進來台灣 你看,那時候小朋友就開始用彩色蠟筆在畫畫 畫當時的生活 第八連隊 你看,馬上這間廚就出來了 小歐洲之稱 中山女中,第三個路的女生有漂亮嗎 我跟你講,裡面每一個小朋友給你看 都是漂亮的 你去看,你去看他的臉 女生會看女生嘛 有沒有氣質 穿著打扮 坐著坐姿 每一個都很可愛 每一個都很不錯 是不是 第三個路的 日本是要優質教育 那時候 鐵道旅館 台鐵的旅館 第一 北宜女的那間裁縫客 那時候到菲律賓 我們大日本力國戰營的時候 他街上去遊行 園遊會 那是什麼?在哪裡? 有人知道嗎? 不是中山人 那叫做台北工會堂 誰人去的 台北市民一個人 叫一個人去 一個人叫議員 去起來 叫台北工會堂 台北議員 裡面是這樣 餐廳 裡面都有冷氣 上面有大禮堂 可以看電影 你看 你看他餐廳怎麼 你們會知道餐廳的管理 就知道乾乾淨淨 對不對? 撞球台 咖啡廳 你現在說1920年 30年的事情 三山樓 快車道 兩邊慢車道 中間夾速 三山樓 日本時代 棒球隊 日本時代 棒球隊 不是什麼 紅葉鐵 糊塗肉 那是真的有難民去打出來 再用棍子去打石頭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台灣人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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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到Final決賽 你沒有這種棒球隊怎麼可能突然到那個水準 不可能嘛 日本時代我們的水準很高 以前有公車 日本時代有公車 公共汽車 台北市公車啊 台北車站有前身的前身 神社 這是超山的溫泉 溫泉 什麼 對啊 對啊 我都給你看 以前的建中的學生 建中日本時代的 建中的學生啊 60年不止了啦 80年前的照片啦 80年前啦 什麼60年前 80年前 80年前 1903幾年的照片 對嗎 70加85年前 對嗎 85年前 他到建中的學生 好像帝國的小孩 你看 這都一樣 歐洲不是 管前路走 我們台北車站管前路走到那裡 台北博物館 日本是在去的 那時候的 橫陽路啊 龍丁啊 以前的總督府啊 對頭 這是過期的照片 不是現在的照片 那時候的照片 那時候的北斗的車 灰車呢 那時候的 那時候每次車站 這是美國Live Magazine 拍的耶 漂亮嗎 那時候人家 穿上有氣質 有沒有 戴帽子耶 來啦 那個手機真的要關一下 那其他人也幫他一下嘛 太多次了 來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明治橋 橫是基隆河 到後來是走什麼 銀山 圓山飯店 你知道嗎 圓山是後來去的 本來是台北神社 第一條 中山把他叫做表參道 要去拜日本神社 就是走這條路 你知道嗎 三條通 幾條通是這樣去的 來 這 台灣博物博覽會 你看 使政40年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一段 蒼姐是沒了 你看 大學先休班學生 你看 大學育科 兩個字 留言 Pink 付救呼 青少年 這在 這在 講話當中有什麼事 日本國標舞比賽 日本的老師國標舞 你看每個人穿衣服穿成這樣 有人就說葬禮怎麼有啦 穿成這樣漂漂漂亮 你看每個人打扮 你光看模糊的照片 你就知道這女生很漂亮 而且很會打扮對不對 男生也很帥你看 你看鞋子 那時候我們的阿公阿嬤 就是這種氣質 當時我們台灣人變成這樣 學會我們就要改 台灣人本來是怎樣 我去鎮家 竹東的鄉下幼稚園都這樣子 你看每個人都 日本老師來尬 幼稚園竹東的鄉下 很鎮家的地方 新町車站 這台中 以前台中公園就這樣 日本時代就去好了 有噴水底 台中的海港 像我們的大日本帝國海軍下來的時候 招待啊 台中的綠川 柳川綠川 台中的 還在那裡漂亮 台中的大地震料空拍圖 你看那時候 都市已經 齊盤式的規劃 天皇來台灣那時候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了 只有20分鐘 台東金秋 你看 以前台中的 樓上面的神社 你看 你看 台中 你看小孩子有可愛嗎 很可愛齁 以前台灣人子呢 好可愛的 台中的那個 周庭 看得快 豐原佳鎮 我告訴你 台灣沒有什麼偏遠地區 日本那時台每一個人同時建設 全部一直起來 沒有偏遠地區 江南大去起工當天的照片 嘉農 台南 神社你看 中華的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自來水 你看 台南 台南女中 你看 穿衣服很整齊 乾乾淨淨 台南女中 台南 台南 對吧 台中示範 台南示範學院 裡面打網球 你看 高雄 你看 台東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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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樣子 日本是來的 基隆高中去修水 過期的台灣是這樣 這裡是台東 台東好像歐洲的地方 漂亮 全台灣各地方沒有偏遠地區 都漂亮的 放影片 我們要跳一下 台灣是台東 台灣是台東 為了這樣 要破一下 北的強固的一戰 更加上 南的産業和經濟的生活戰 開著行為 這就是台湾 台灣是台湾的 我日本的富之泉 在日本的領土中 只有一個熱帶和安熱帶地 1995年 馬關療癒簽訂 台灣貴族有國 台灣總督執政40天的拍這個照片 拍這個影片 新興的台灣 大清帝國完全換了一個 近世衛師團長 舉行總督的市政事 到今天為止40歲 成果 發表 改曆之前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地 台灣的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成為帝國成民 訓律成成成 成教卓主 改曆不到幾年之內 做了什麼 憑定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準備 治水灌溉 禮藩 教育普及 不管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 都非常完備 黃氏一室同仁的恩賜 他在台北旗 一個月景 你們要會看喔 有夜景表示 它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做到 有配地下的電線電來 才可以通電 電力系統是國家文明的上升 來北旗 比較過期的來北旗 現在才是淡水河 19144年有颱風來 純刷蓋可以大新地國蓋的 好的房子都拆拆拆 這就是三線 三線路 理想的都市計畫 全世界面目 喔 過去的 阿南宗都不 一陣子 一陣子 台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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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北旗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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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督府專賣局 雄雄研究員 高中局一落佛 有一間 那名就是台北電力豬自威廈 這個有總督府的奧邊 總督府官邸 他在主動貼就是 公司規劃 港子的建設在主動美感 他在主動貨 現在是總督府一把 現在就是中華路 往那邊齁 台湾都市是機械あるごとに 在來的旧式建物 一有機會就是 過去的旧的建設 所以你現在 慢慢往北 看來 過去大清帝國一直 去練東西 跟日本的時代的變化 有一個對照 現在是衡陽樂業的所在 日本河湖 街上有起 旗跑 有起 學生 百八市的公車 這叫頂阿咖 3.636公司 不要小看這個數字 小數點後面三位 這個標示 日本帝國他們對這個講 叫小數點後三位 可以超很多 精準度 台北AQ 車站的AQ 人力車 還有 客廳車 Dexy 還有Bus 公車 人力車 大変賃金 所以 盛頓利用 在台灣 還有 騷擾 騷擾 不愉快 電車 所以 自然地静 快適 街 好 對 吉隆河 明治橋 不是 就是表山道 台北神社 神社 那有多漂亮 阿去 那 那個 鞍鞭 鞍鞭 那個 台北公會堂 公會燈 他就去那裡 但是 大陸館 台北博物館 好 漂亮 台北放送局 電台 女天有台機 和一機 有 波音 植物園 你看那時候都注重台灣人的生活品質 休閒都沒有做到 帝國的建設 商品陳列館 通商 神社不是只有政治 通商 現在開始受大清帝國影響很大 所以你還要 等一下去看 大概都可以注意到 街道也都會開始變化 文化 照米茶葉 你看 你不要看到 我們阿嬤的 在綁小腿 以前是好人才可以在綁小腿 一般人做實在大腳部 你看 沒看過 第一次看到 你看到中 現在這個世界 民青 生活 街道 馬上另外一樣子 有 有知那文化 三四一盒 待會兒 淡水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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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河福酒廠 五大一のゴルフリンクも遠く及ばない 繋がる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我們有在講最近的事 新店 新築地方は 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 その開発は 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新築は 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 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て 現在還有一つ 街道上面 路燈 路燈 你可以觀察一個指標 路燈啊 電線板 都那時代 日本の一はもちろんのこと 米国米国ペルシャを始め 米国米国ペルシャを始め 一開始も使用人間開拓された 接下去も同様 一番時代 1930年 1930年 電動 全部自動化 茶葉 製作過程自動化 生産線 生産線 大家都が整理 大学生産線 アカオアマは生産線 品管 頭髮都保得乾乾淨淨的 以前はこのような進歩 日本の時代 1930年 24年 日本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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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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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小金都不撐 綠川 柳树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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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夫 台中 甲獨人扛邦 台中公園 這邊跳一下 時間又不夠了 這邊就是那個發電 台灣電力輸資業就在那邊發電 供應全台灣 有用台棒 如果一陣就這樣 供應台灣 日月團往北往南 南北送電 電話全部都還可以進去 這就是基礎建設 來啦 這邊跳好了 跳快一點 時間不要過 阿里山的火車 還要跳 嘉義 嘉農你看 嘉義以前起來就比較漂亮 還跳一下 他也是 富財的集散地 全亞多種電話 16萬瓶 來一個條件 這是一個唐葉 台灣的唐葉 一開始他都非常幼稚 日本人之後 來要把唐葉 台灣的唐葉建的 唐葉影響到很多 罐頭的製作 用唐 紅萊罐頭 來看一下 都相關 煉乳 做成酒精 來這邊跳一下 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那個 生產過的 那個機器車 對 接下來 幾分時代 怎麼重 機械化 機械化 還要跳一下 然後那時候有做實驗室 你去看他製造生產 他變成燃料 蜜糖製造酒精 燃料國策 你把那時候工廠管理 你把那時候工廠管理 你把那時候 你把那時候 你把那時候工廠管理 你把那時候 就跳一下 看實驗室 喔 這他做糖液實驗的地方 你看 蒸溜的過程 然後做實驗過程 好像就賣老爺請上 在實驗室就要穿白袍子 對 烏山頭 山湖潭出水池 這跟他的農業有關 不只要工廠 來 再跳一下 我們變成三座 三年輪座是用這個 給水系統 那他到高雄 好 這邊也跳一下 直接看到這個 喔 以前高雄跟雞人 兩個大港 你看 有什麼的 標一下 你看 你現在從歐斯卡的外面 也是 日本的工廠都是 都會整整齊 高雄做盈 你看 在台灣 好像雷子不敢 你看,神社也活動了 內地是日本,內地到貸籃 海路坑北出港,養散咒夜的告一 福岡,Q7 船隻分配有1萬噸級優秀船隻6艘 內台定期航路 過去台灣到日本還有地下電燃通過 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 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宅職会社を指定 移民招致其他未開地の開拓、面下の栽培 宅職金融事業等種々拡作されております 台湾には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 台湾宅職の指名は1人 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 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 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指名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台湾線建設2枚機関ではあり Đây電信電話 Wilch 高級都基金関としてから 台湾と台湾の間をを萬一日の連絡限り transport線 соглас退し 台湾は常но接触でき 把药成功偷業了 比我上學做老師,做検察 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 心な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 彼らの中には色を成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 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